关于星座,不少人都会好奇,究竟哪些星座比较夹,哪些容易发生冲突 也很想知道自己和哪些星座比较容易成为朋友或情侣,又或是合作伙伴 今次就和大家讲讲比较容易合得来的星座组合 大家好,我是Jupiter 在这个频道,我会和大家讲讲占星,星座,塔罗,占卜 Netflix有出剧叫《深邃者的占星指南》 既然以《尖星》作主题,当然我要看看 其实它是改编至一本同名小说,是一部意大利的爱情兴起劇 故事说女主角Alice 刚刚失恋,对于爱情觉得很迷茫 刚刚她认识了一位尖星师朋友Tio 常常帮她从尖星的角度分析她的运势和不同星座的人 她每一集就以一个星座作主题,谈谈Alice 遇上星座的男士故事 谈谈她的性格感,谈谈这个星座与女主角的合不合 这种意大利兴起劇,其实没有我们看的韩剧和美剧那么紧臭 不过我并不是想做剧评,而是想值此说说不少人都很关心的星座配对 关于星座,其实有很多不同的分类 其中有一种,就是将十二星座分为四类,叫做四元素 这四个元素的概念是很简单的,它是来自大自然的元素 就是火、土、风和水,每个元素有三个星座 属于同一个元素的星座,即是属于同一个组别 它们彼此之间会有一些共通点,所以亦比较容易互相了解 有一些共同的喜好或特性,因此亦比较容易互相配合、相处、夹一些 现在我们就看看这四组的星座和它们的特性 第一组是火元素组,它们包括白羊座、狮子座、人马座 火的特性是很有活力和憧憬 这三个星座都比较直率,喜欢热闹 所以它们在一起就会像小朋友那样打打闹闹,亦比较好动和贪玩 可以一起去玩户外活动和主题公园 而它们亦很爽快和直率,就算有什么问题,拿出来说 或者叫完交炒闹完就没事了 可以说这一组是玩乐型,一起的时候很好玩和热闹很开心 第二组是土原素组 它们就包括金牛、柱女和山羊座 说明是土,即是土地、泥土 这一组的星座是比较踏实稳重一些 它们关注的东西就是一些贴地和实际的东西 例如工作、物质、金钱 或者生活上的事情,像饭饭食食 在这些话题方面,它们亦有不错的交流 看事情,大家都会以实际的角度去考量 彼此之间的相处都会给予对方安全感和踏实感 容易建立到信任 因为它们都比较负责任,有交代 不会说我约了你,然后又不知你去了哪里 所以它们彼此之间的相处都可以令对方很放心 尤其是这个组合是挺好的工作团队 因为它们很负责任,很务实,可以一起把工作做好 如果喜欢我们的内容,可以按订阅键和旁边的链钟 有新片时就会收到通知 另外我们还有不同的占星塔罗课程 有兴趣的话,可以按下面的连续 接着就是风源素组 包括了双子、天平和水平 风源素特别着重沟通、思想上的交流 这三个星座之间,会觉得比较容易沟通 因为大家头脑的频道比较接近 一说对方就明白,不用那么多解释 也不会鸡和鸭说,大家很快就能够答上嘴了 大家都是属于头脑比较转数快的一类型的人 他们一遇上对方,可以说是聊天无极限 什么都可以说一餐 真是天闻地理,一些很严肃、很正经的事 又或者一些很无聊、很八卦的事 都可以说不停 这一组可以说是聊天吹水组 最后就是水元素组 包括了巨蟹、天蝶、双鱼 他们是一些比较内廉、慢热的人 但其实他们很重视情感 感情相当丰富 而他们彼此之间的相处 未必像火元素那样好玩 也不是风元素那种那么多计论 但他们之间会容易建立到情感上的联系 有一份不言而语的默契 成为了朋友或情人之后 也会很关心对方 可以慢慢地建立出深厚的感情关系 这一组就是讲心,不是靠口 以上就是四个元素的特性 除了与元素的星座有共通点 比较容易合得来之外 其实不同组别的星座都可以互相配合 好似风元素和火元素两组的星座 虽然大家的性质不同 但在相处上都可以相辅相成 正所谓风吹火就生 风元素的星座 确然有很多想法 但如果有火元素星座的配合 可以将他们的想法计划变成行动 而反过来,火元素的人 有时会有勇无谋 但风元素的人可以帮他们做计划 去想清楚整件事 而另一组就是水元素和土元素的星座 一个是感性,一个是墓实 亦可以想象土地需要水滋润 而墓实的土元素一般都比较实际 但如果身边有水元素的人 就会多了情感上的滋养 反过来,水元素的人情感那么丰富 如果有土元素的人在身边 就会承载他们的情感 安抚他们的情绪 给予一种安全感 以上这种是两组星座的配搭 它们之间会有一种互相扶持 相互相承的作用 今次我们讲了两种星座配搭的方式 你也可以看看自己和身边的人 无论是朋友、同事、伴侣或家人 大家会否是同类型的星座 或是属于互相扶持的那种配搭 而其实我们不单单 只是讲两个人的太阳星座 是否同类型或是合得来 更仔细的话 我们可以对比在个人星盘上 不同的恒星星座 亦可以运用以上这个概念 例如A君的太阳星座 去对比B君的月亮星座 又或者两个人的金星星座 是否属于同一类型 所以可能你会发觉 以我和我身边的好朋友 大家的太阳星座都不是同一类 但有机会可能是你的太阳星座 和她的月亮星座是同一类型 所以仍然有某一部分 是同频道或容易相处的 又或者你们两个的金星星座 刚好属于互相扶持那种配搭 所以在星盘上的不同行星 我们都可以运用这个元素概念 看看大家是否有共通点 有共通点的话 就比较容易去相处互动 或者互相了解 当然 这个也不是唯一的法则 除了四元素的分类 在占星上 我们还有其他形式的分类 还有我们也有不同的方法 可以去看 看看两个人哪方面夹些 哪方面容易有磨擦 其实更重要的是 增加对自己和身边的人的了解 去改善大家的相处和关系 与其说夹不夹 不如了解自己和身边的人多些 看看如何夹 今次就讲到这里 下次再讲其他话题 如果你是喜欢塔罗和占星的话 记得订阅我们的频道 而除了影片之外 我每天都会在专业分析当时的星象 每一天都会更新 有兴趣的话也可以follow 条链也放在下面 如果你想学习占星和塔罗 也可以留意我们的课程 资料也放在下面 我们下期再见 我们下期再见 我们下期再见